众所周知 鬼祭5是一款超硬核动作游戏 里面的boss充当的都是把子 杀带 陪练的角色 其他的游戏都是想尽办法过boss 鬼祭5则是想尽办法秀boss 只要你技术好 boss都是被吊起来花式肉肉 因此 想要制作鬼祭5的boss战节目 就必须选择一个足够菜的玩家来担任主演 才能忽显boss的强大 经过一系列漫长的考察和筛选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个人就是 我自己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boss 叫做Blood Slick的Vegetation 血迹斑斑的植物 逆卡巴拉树的根茎 这是我们在游戏中遇到的第一个boss 他的触手上尖刺伶俐 去看是一只肿胀的冲洗泡囊 仿佛一个巨大的春卷挂在脸上 千万不要被他狐夸的名号和外星吓到 因为这货完全就是一个新手教学练手boss 虽然触手很多 但是一次只会动一个来攻击你 非常轻松就可以躲开 如果这个boss 都不能无伤吊打 那我建议你还是去玩Russian box 下一位 Incandescent classes 激情的巨像 哥里亚 低配版 哥斯拉 这是一个有梦想的moth 他的梦想就是统治整个魔界 但是恕我直言 你的身姿 你的气承 你说话的方式 你不成的顺序 都决定了 你只能是一个胖虎一般的存在 傻大个人之老虎 这家伙的腹部长着一张巨嘴 战斗过程中会时常从嘴里喷出好火之树 这一招还是有点东西 只要在他身体侧面都有可能被火鹿裹挟进去 再被喷射出来 还有一招终极暴起 像极了哥斯拉辐射爆表之后的爆炸攻击 但是你很难相信这么巨大的一坨 竟然会被尼鹿拎起尾巴转呼拉圈 经过一段还算艰苦的战斗 胖虎被打倒在地 这个时候一位神秘的优雅公子先生 他就是战场的漫游者 欧逼界的天皇巨星 明满天下的补刀皇帝 飘逸之威公子 果然公子一出现 就笑纳了胖虎这个人头 这位敢在假手小子面前抢人头的公子 究竟是何来历 我们稍后认识 这位阿姐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做胸大无脑 不光胸大还多 我就很好奇他胸前这一串串的到底是胸还是腹肌 设计这个外观的设计师还真在讲的是个天才 而且说他无脑还真不是瞎说 不信掰开脑门你们看 空空如也 这是一只会发射激光导弹的铺冷俄子 但是就他发射的这些东西 你要不好好接还真就想中就中不了 唯一比较难受的是 这货一会儿穿过来一会儿穿过去 穿得我连个战斗评价都打不出来 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家伙身体里竟然装着一个裸女 我屌你妹的 赶快让我仔细看看刚才有没有伤到这位姑娘 下一位 parasitic thing 寄生的恶魔 尼德霍格 看看这仙顿多知的头部 长得跟学校门口老婆婆刚抬下来的桑尔影 那就叫他桑人吧 不让谈到我们操作的是飘逸之微公子 只需要让自己手下的打工天团在前面输出 自己在远处观战偶尔躲下桑人的突刺攻击 然后等着收人头就可以了 当然本刀也是技术活 十分讲究出手时机 必须突出一个文尊横 经过我一番认真的操作 终于获得了S级的战斗评价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本命英雄 面对如此优秀的公子V使用者 你们想不想和我组队一起去征服天下 下一位 epistle cavalry 深渊骑兵 元老格绿翁骑士 格绿翁就是他跨下的那批战马 不得不说这个家伙的形象 还是有几分帅气 不管是手中闪着电光的魔枪 还是那批战马 还有那别具一格的皮质头盔 万哥看了像摔跤的那种 那么就让我们叫他SM骑吧 SM骑拥有罕见的干扰时间的能力 他会控制大范围混乱力 自己在其中闪烁突袭 更可以直接制造球形时机结界 踏入者无不迟滞缓速 立在瞬间闪着身后 看出致命一击 本场战斗威公子拼尽全力 也只是将SM骑砍落马下 随后在另外一场战斗中 将由尼古的二叔 但丁来亲自调教 这位名叫卡瓦列安杰洛的骑士 当然我并没有找到 直接的证据证明 这个安杰洛就是之前 被V打下马的那一个 但是光从外形上看 同样的武器 同样的头盔 应该就是同一个人没错吧 这个安杰洛骑士 因为其技能比较固定 可以拼刀 模型打击感 爆强等特性 成为了全鬼七五最佳陪练 广受各个水平段玩家的好评 甚至像我这样的菜鸡 都能在本场战斗中 享受爆打BOSS 拿到高评价的极致快感 最终经过一顿欧拉之后 安杰洛被大卸八块 从他的体内 又爆出来了一个裸体美女 别的游戏里打BOSS掉装备 鬼七五打BOSS掉美女 而且安杰洛的SM头套 在被打掉之后 和场面的摩托车 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 变成了盯出的另一个知名武器兼坐骑 电锯摩托车 不得不说 这个安杰洛真的是一个宝藏BOSS 接下来就是本作中 首次登场的巨型BOSS 我们Rounding开坦 劫掠之泰坦 吉尔加美诗 AKA长腿臭丑 本场战斗要说简单吧 那属实简单 通过攻击和抓取大长腿的关节 来跳上背部 然后疯狂NF进入坦克就可以了 要说难吧也属实难 因为BOSS的背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跳上去 跳上去打一会儿 还会因为他的防御尖刺 或者侧背而被迫下扯 整场战斗连贯性很差 想要获得高评分 还是需要比较高的水平 像我就把这场战斗 硬生生打上了回合战 实在心类不忍 下一位 Dabolo Armengon 邪恶的混合体 马法斯 作为较高位阶的魔物 马法斯的形象 可谓极其不上档次 连他手下的SM骑士 都比他跟着精致太多 当然 这主要还是因为 他胯下那只仿佛得了 二一三体综合症一样的肉鸡 是一样的材质 让人倍感恶心和猥琐 本体三头妹倒是一具邪恶气息 而且人家设定确实很强 飘逸之威功底下的 连面都不敢露 试问这事件还有谁敢挑战 肉鸡之三妹 果然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我尼路波 天不怕地不怕 敢拿大剑喊他爸 无所畏惧的假手男孩 这场战斗还是颇有难度 肉鸡会发动连续不断的 机车横冲直撞 还有原地乱跳的战争剑踏 想单纯靠蟒精输出 必然会吃到大量伤害 还有次元机体攻击 机头或者机翅膀 会通过空间裂隙 突然出现面前攻击 让人猝不激防 战斗最后 三妹会发出灵魂拷问 你为什么还有这么多power 呵呵 也不看看我假手包也 长得像谁 Gatekeeper Unleashed 不受束缚的看门者 地狱狱之王 我曾在其他游戏里 见过地狱三头犬 或者类似的怪物 但是鬼七五里面的这一头 绝对是设计最优秀的一只 它的三颗狗头 分别掌控冰火 电的力量 使用不同力量 是整个场景都会发生变化 烛火时场景化为 烈意与熔岩的炙烤之地 主兵使用 瞬间变成满目接白 冰封世界 BOSS技能也会随之改变 战斗难度颇高 打击感十足 在对战这只凶猛 野兽的战斗中 拿下高评分 绝对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而且据说 使用皇家守卫模式 也就是弹钉主打 防守反击的模式时 会有奇效 那么就让你来见识一下 由伪民国流行的 斗刀术演变而来的 浑然一体 滴水不漏之 恶魔猎人斗技术 打败三头狗之后 就会获得 弹钉的另一把 知名武器 三节棍 同样具备 冰火雷的三重属性 尤其是火棍 打起来甚至有一种 在操作拳皇中的 棍王比例的感觉 谁用谁知道 接下来的BOSS战 我们将面对 V公子的打工天团 一头鹰 一皮豹 和一只五眼软泥怪 之前控制V的时候 感觉这三兄弟 一个个憨得一皮 但是和他们成为对手 后才发现 一个个烦得要死 这种感觉 就好比打天地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某个队友 贼弱看人家不顺眼 然后第二把匹配到对面 被人家按在地上 一顿锤一样 这种感觉真是糟头了 本场战斗 打了半天 我才发现 鹰和BOSS可以无限复活 只有打独眼怪 BOSS血条才会降 独眼怪 还会跑到场边吸血 无耻之机 甚至比我使出了 新人的最爱 一压剑法 可见这三位 的确有点东西 打败V的宠物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鬼气舞最终大爆 Neferious Lusper 罪恶篡夺者 尤里曾 魔王 在游戏开篇 魔人化的弹钉 就被人家 紧一只舍就鸡飞不见 假手男孩尼璐 更是尤门拧的呼呼响 还说这个壁池 由他来承包 结果自然是显而易见 不得不说 这个尤里曾的形象 真的是满足了 我对大魔王的全部幻想 这才是魔王该有的模样 在假手男孩 一路历经磨难成长之后 他终于拼进群里 伤到了尤里曾 大魔王这才第一次 从王座上起身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他绝对强大的气质 他终于拼进群里的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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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曾面前飘着一只巨型红色水晶 为他提供了近乎无敌的防御能力 任凭我们怎么攻击也无法破防 BOSS的血量纹丝不动 由此可见 在跨段位的力量面前 任何努力都是徒劳 力量的悬殊带来的只有无可谓的压制 随后 游戏也为我们解开了大魔王的真实身份 他竟然就是假手男孩的亲爹 维吉尔的邪恶化身 为了打败自己的弟弟弹丁 维吉尔不惜用研磨刀自插 将自己一分为二 人性部分化身成为了我们熟悉的飘逸之威公子 剩下的纯粹恶魔之体 就变成了此时无法战胜的尤里曾 随后 尤里曾更是吃下了魔术的果实 获得了更加强大的power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为了阻止自己 弟弟弹丁也被迫用刀自插 吸收了魔剑叛逆之刃 激发了足够与他抗衡的力量 虽然此时维吉尔吸收了果实 变成了恶魔之王的完全体 但他依然打不过淡定 不管你获得多么强大的power 弟弟永远比你多一分 不管你竞拍几亿几十亿 弟弟永远比你多一块 这就是你的命啊 难道你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宿命吗 我的威哥 最终邪恶的大魔王轰然倒地 捕刀皇帝威公子掐着表出现 捕出了他短暂人生中的最后一刀 最终一意在云霄之上展开 两位亲兄弟再次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对决 寄生丁和生奇 红魔和蓝魔无论如何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一边是自己的亲叔 一边是自己的亲爹 假守男孩发誓要用自己的力量 阻止二人继续厮杀 这一次他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恶魔之手 终于迎来了本作的最后一场boss战 真真正正的父子局 尼璐面对自己的亲爹口吐芬芳 维吉尔面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聊情 这毫无疑问就是本作中最令人难忘的boss战 在我玩鬼祭物之前看太多视频 都是维吉尔被吊打 使我自己产生了错觉 但事实情况是 这场战斗的的确确是有难度的战斗 致高手过招的战斗 维吉尔攻防兼备招式繁多 尤其是后半段变身形态超强的进攻欲望 非高手玩家在为数不多的硬直时刻 如果不能打出好的连段 只能在其后的进攻中疲于躲避 辛辛苦苦的战斗评价 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奔战战斗过后再去看高手的操作 才能体会到高手高在哪里 更能体会到本游戏动作系统的无与伦比 鬼祭物 不愧当是最强动作游戏 令人遗憾的是维吉尔终究还是不肯使出二段跳 毫无疑问他太在意自己的发型 坚守着人倒是不倒的信条 在优雅而华丽的装逼之路上不肯回头 假若有一天维吉尔秃顶 偶像包袱不在 到那个时候以他的实力 想必击败弹丁也是指日可待 在本作最后 二兄弟终于暂时和解 一同踏入魔界开启新的征程 尼璐则被留下守护人间 魔人兄弟以老后背接替宝剑 动作游戏日渐稀少 鬼六相见是何年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千万别忘了点击关注和三连 陪你读我漫长岁月 用游戏暖暖彼此 我是附魔星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